所以產生公式這件事情 我覺得對我來說 簡直就是讓我覺得好像有點不踏實的感覺 怎麼突然就OK了 以前的話可能要教這部分 那教很久的同學還是不太能理解 現在直接就幫你產生的話 我覺得對使用者來說應該是減輕很多的負擔 而且你再也不需要說 到底用哪一個函數 或者哪幾個函數可以完成這個公式 OK 所以任何問題 我想建議如果你以前沒有這樣去使用 產生公式的同學可以多嘗試看看 用久了你就習慣了 而且你其實不用那麼嚴謹 我覺得QRB好處是說 你可以中間假設少打什麼敘述 他還是可以理解 而且甚至你底下可以繼續幫他修正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如果希望能夠把公式再簡化 也就是說你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自己產生一個函數 那函數的名稱我不要用英文的 我用中文比較接地氣 那那個函數名稱也許 直接叫手機函數算了 有沒有 目前有嘛絕對沒有 可是你要怎麼能夠把它創出來 那以往要做這件事很麻煩 要必須要寫VBA 那VBA對很多人來說很遙遠 可是喔 如果假如你現在 會 會用QRBD的話 其實很快可以把這件事完成 那要怎麼做 其實非常簡單 你可以在底下直接跟他講說 請幫我轉為 底下這個我有其他敘述 就是如果去掉這個 它底下會用好像TEST函數 這個我想請各位自己再去練習一下 好像會產生另外一個公式出來 結果也會是正確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把這個東西改為什麼 VBA的方選程式的話 就置領函數喔 那你不用再重新描述了 因為這個問題直接下方 它會記得你上面的問題 直接接著就可以了 所以我在底下 直接跟他貼一個敘述好了 那這個是在雲端講義上面的第12頁 所以你就跟他講說 請幫我改為VBA的方選程式 就這樣而已喔 或者是改為VBA的制定函數也可以啦 反正描述大概應該只要他看得懂 我想應該就足夠了 所以我把這個問題承接 記得喔 它是由上往下的 所以你上面如果沒有這個公式的敘述 你變成你要先把公式給它 它才有辦法轉換 所以我把它直接貼 OK 請幫我改為VBA的方選程式 然後當然送出好了 它知道說你要把這個公式 轉成VBA的方選 OK 那直接送出看看好了 OK 那你會發現 它會回應你 不過你要怎麼知道 它到底是不是懂你的意思 其實你看回應大概就知道了 它會說以下是一個VBA的方選 OK 它表示說它知道你要的是一個方選程式 可以將傳入的四個參數 為什麼四個參數 四個參數 四個參數組合成一個你需要的格式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三個參數 怎麼會四個 不過我們試試看 然後這邊的話它得到結果是對的 我看一下 底下的話它這邊就會有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你會發現它底下就幫你已經寫出一個方選了 那特別注意喔 你這個方選的開頭一定是方選開頭 後面就是它的方選名稱 就這一個 然後結束的話有一個End function 所以它的頭跟尾就是這樣的一個架構 你要怎麼樣能夠執行 這才是重點喔 OK 所以第一個 TrackDB已經幫你寫完了 第二個 你必須要知道就是 你要怎麼樣把這個Function 放到isio讓它變執行 底下它還有一個敘述 它說 將此VBA貼入到VBA編輯器中的標準模組 Module裡面 OK 那底下它沒跟你講說怎麼打開VBA編輯器 所以你可能 但是 其他之前的版本它會跟你講說 你可以透過一個快速鍵 叫做ALT加F11 所以如果你加 假設你按ALT加F11 你會發現它會把VBA的編輯器跳出來 只是說這一次的敘述它就沒講了 會不會是因為它覺得 大家都應該知道把它怎麼樣 OK 所以如果假設它沒跳這個敘述 你可以按ALT加F11 它就會跳一個這個叫VBA的編輯器 那你要怎麼樣能夠去執行這個VBA的程式 接下來特別注意 上方有個插入你只要插入一個模組 那也就是說特別注意 未來無論是Function或者是Sub 你一律記得就是貼到模組就可以了 OK 所以未來我們只要VBA 你只要記得先插入模組 你說老師如果本來已經模組怎麼辦 沒關係你可以把程式寫在它的下方 它下面是可以不斷在寫其他程式的 所以我們做一次 按ALT加上F11 並且在上方按一下插入模組 這個時候的話它會跳一個這個空白的文件給你 那你接下來只要怎麼把它 剛剛的程式貼過來就可以了 剛剛的那個TrackBee給我們的程式在哪裡 在這裡 OK 那我就把這個程式 右上角有一個複製程式碼 你可以用這個或者是你選取它也可以 選的話記得就是Function 選到EndFunction有沒有 然後把它複製起來 接下來的話你就把它貼到我們剛剛的VBA編輯器的模組裡面 OK 把它貼上 好 這樣就OK了 那再來的話我們就執行看一下 看看結果 會不會OK 不過這個我看一下 這個看起來好像也沒有錯 它是用Right 這蠻特別的寫法 OK 那再來的話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Function的名稱叫做什麼呢 叫做Format Form 好 所以我們已經把這個程式加進來了 那你再來的話 你要如何執行 執行的部分的話 我們把剛剛的這個 綜合練習我看 你乾脆把它再複製一個算了 我建議你可以 把原來綜合練習按住不要放 向右拖拉按 拖拉的時候按Ctrl鍵 這邊的話 你如果按住它 向右拖拉加Ctrl鍵 它會自動幫你再複製一個 一模一樣的工作表 在右邊 OK 那我們用這個來做練習好了 然後把舊的這個公式先刪掉 油標先放這邊 把它Ctrl去個向下 或者你不用刪直接蓋掉一個 按Delize 把舊的這個資料刪掉之後 那我們來試一下 剛剛已經把這個公式貼到模組裡面 那如何執行 執行的話你可以怎麼樣 再到那個什麼 一樣使用函數的方法 跟之前插入函數的做法一樣 插入函數 你可以在那個類別裡面 或選取類別這邊點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個時候 在它的最下方 會出現有個使用者定義 OK 那什麼叫使用者定義 就是你自己寫的 所以你點一下使用者定義 假如說你沒有使用者定義 在表示你應該VBA沒貼 或貼錯地方了 OK 所以只要你有貼 有一個function 它就會出現了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以看到 其中會有一個叫做format form format form format form就出來了 我看一下 不過它好像會跳出幾個參數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按確定一下 第一個是09 對 所以09我已經跟它講了 OK 它等於是多一個參數 那 理論上它會跳出一個框框讓你去填 這邊有幾個參數 我們看 所以變成說09好像要自己填 所以這邊難不成要自己再打09 第一個09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指向 無效的 我可能多打了雙語 好像還是要加前後雙語 因為它是文字 然後這個part1應該是電信業者 part2是區碼 part3是末碼 這樣的話 基本上我看一下 結果應該就OK了 有沒有 下面也有出來 0911 一個減號084 一個減號007 那表示應該沒有問題 那可能比較會需要注意的就是 你必須多一個參數 就是09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要修正的話 你可以在CHYP跟它講說 我第一個參數不需要 所以你可以請它幫你把第一個參數 直接就是用09開頭 這樣也OK 它應該幫你修正 我們按確定 這樣子OK 按確定 然後下下填滿 但是你們產生的結果 可能不會跟我一樣 你們應該會是只有三個 因為我之前試過很多次 好像都只有三個參數 沒有09這個 可是這一次它產生的 好像就多一個這個 好 那這樣的話 理論上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公式 直接就轉換成VBA的制定函數 OK 所以這個可能就是請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個 我剛剛是直接怎麼樣 跟大家講說 請幫我 底下這邊 請幫我改為VBA的方選程式 OK 這樣就 但是如果假設 你說剛剛有發生錯誤 你可以再重新再修改 修改的話前方有一支筆 你可以在這個問題 後面也許做一些描述 比如說不需要增加第一個參數09 直接第一個參數就是加入09 重新送出 它應該就幫你把它做一個修正 OK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是第一 第二個的話就是 你如果要把剛剛的 方選貼上的話 記得是ALT加F11 假設你不小心把它關掉 你下一次在Excel裡面 你要把它打開 記得按ALT加F11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將來如果你要貼上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是插入一個模組 請你在模組裡面把這個方選貼上 順便你們可以看一下 模組的位置 它會出現在你們的畫面 這個專案的下方這裡 這邊有個Module 1 實際上這個東西是Module 1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小心把這個Module 1關掉 這邊有個XX 關裡面這個XX 你現在要打開的話 你就直接看到左邊有一個Module 1 點兩下 又打開了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環境 OK Module 1點兩下 將來如果它本身已經有Module 你就可以把程式貼在這個Module的下面就好了 當然你另外再插入一個新的也可以 就變得很凌亂 這邊好多個 之前有同學一堆Module 然後每個都放一個兩個程式 然後它找很難找 我說你不如把它全部放一起算了 這是一個方法 另外還有一點也常發生的 同學就是這個XX可以關沒問題 但是其他XX可以關 之前有同學這樣 這個XX可以關掉 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這個還每次上課都有同學問 很多人很奇怪 可能看到XX就想要手癢就點它一下 然後XX關掉之後就發現這種悲劇 就慘去了 是怎麼辦全部不見了 然後他還想說會不會關掉重開OK 關掉重開呢 ALT加F11 還是一樣 他就試了很多遍之後 當然鼓起龍就說怎麼辦 會掉了 是不是要重灌了 不用吧OK 沒那麼嚴重 如果那個東西不見了 你記得喔 它會是在檢視裡面 那個東西 左邊的東西叫專案總管 所以你要記一下 那個東西 如果不小心關掉沒關係 它叫專案總管 然後就可以看到Module 1了 點開來就可以了 這個我想應該必須要跟大家講一下 不然很多人只跟你講說 有時候就不小心關掉了 實在沒辦法 這個也是還滿多同學問到的 那最後還有一個可能你要需要知道 這字太小了 有沒有 這個方法 是這個圍繞花 看不太清楚 請記得上面一個工具 選項 那個叫撰寫風格 這邊就有字的大小了 工具 選項 撰寫風格 那你把字稍微放大 我大概改到12、14、14左右好了 這樣字看起來比較舒服 有沒有 它就OK了啦 當然喔 我是建議各位喔 如果你未來希望更提升自己的能力的話 可能還是要慢慢看懂這個方法裡面 到底在寫什麼 因為如果你自己看得懂 你就改一下就好了嘛 像剛剛那個問題 如果你會改喔 你自己改就OK了啦 像這邊的話 其實如果你要改說真的 就把這個參數拿自己改 這個參數不要對不對 你把這個參數拿掉 然後把這邊改成 改成09就好了 那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如果你自己會寫的話 有沒有 把第一個參數拿掉 然後再加一個 有沒有 09 那這樣就OK了 你連跟他對話都不用 可是 這個可能還是需要時間 如果你實在不行 沒關係 你就一直問CHAEB 像之前有一個同學喔 他不是學B 他學拍上 然後他其實拍上 他也看不太懂 他也是出學 他小白 結果呢 他後來他為了要投資理財 然後他城市不會寫怎麼辦 他就不斷的一直丟問題 一直把問題底下錯誤 然後又一直再丟回去給CHAEB 一直丟一直丟一丟 他後來還是可以把城市寫出來 OK 所以他一直亂TRY就對了 可是我說 你這樣亂槍打鳥 跟散彈槍一樣吧 你為什麼不一槍逼命就好 你也要一直亂打 他說 老師沒關係嘛 反正就是他做又不是我做 反正我事情解決就好了 我聽一下 對也對 這樣也是一種方法 所以每個人解決問題的方式都不一樣 那我的習慣是我一定要了解一下 所以啦 我也是建議各位可以了解啦 OK 所以他這裡面其實就增加了兩個變數 有沒有 這個part 1 這個名稱將來都可以改 所以未來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你將來插入函數的時候 像剛剛我們是插入函數有沒有 這把它delete掉 重來一下 然後呢 如果我希望插入函數的時候 所以我 我在使用者定義裡面看到的 並不是叫format form 而是我比較熟悉的中文的話 那可不可以改 當然可以改啦 OK 所以未來你這個名稱 你不喜歡他給你的英文名稱 你想要把它改成中文名稱 最後其實呢 你可以再到剛剛的這邊 有沒有 你如果要切過去 記得lt加f11 切過來 那記得喔 它更改名稱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format的後面 這個名稱就表示 將來它會出現的那個名稱 OK 所以如果你要修改的話 你就直接改這裡 不過記得喔 改這裡之外還要改這裡 因為這邊有兩個地方要改 這個在format的後面 跟它要return 這個return就是把最後結果 丟回來的這兩個地方 你可以把它改成叫什麼 或者用取代也可以啦 如果你假設懶的話 你可以把它選起來 那我的習慣是取代 上面有一個編輯取代 或者你按ctrl-H 我自己個人是比較習慣按ctrl-H 所以你把它選起來 然後按ctrl-H 然後底下取代成什麼呢 取代成叫手機函數好了 這樣好像感覺比較親切一點 OK 全部取代 好 取代兩個應該沒錯了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在插入函數的時候 我再試一下 插入函數 你就可以看到使用者定義 一樣使用者定義這一類 再往下 應該它會在最下面 因為中文排序的話 會在英文的下方 會看到一個手機函數了 那這個時候按確定 那part1就是這個嘛 part2 part3 有沒有按確定 向下填滿 這樣也OK 所以最後呢 如果你希望 這個名稱 更親切更接地氣一點的話 那記得就把它改一下 這樣的話應該就不會找不到 而且比較不會看不懂 OK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這件事情 其實也不難 程式真的只有幾行 他這邊寫出來 就是這三行 有沒有 一二三 綠色的字 但以後開頭就是註解 註解不加沒關係 所以真的只有三行 如果你們假設有時間的話 我就建議可以再去深入了解一下 那你說老師 如果我實在看不懂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請tribee跟他講說 請幫我做詳細的註解 OK 這樣 其實說真的 透過tribee學程式還真的相對 我覺得友善很多 因為你都可以直接把問題丟給他 這邊的話 不用請幫我做 或者非常詳細的註解 我們不用這麼詳細 我叫詳細的就可以了 詳細的 那個單引號後面叫註解 OK這樣就可以了 你就把這問題丟給他 他就知道說你要把上面的程式 但是有個悲劇 他有的時候就會有點亂掉 他給你的註解 是用什麼 用英文的 繁體中文吧 不用啦 中文就好了 不用那麼 改為中文就好了 不改中文就好了 這樣OK 不用打詳細 有時候我覺得很懶 有啦 有沒有 馬上變中文了 OK 你不用那麼客氣 直接跟他講 或者連改都不用了 打個中文他也知道了 OK 真的 有時候你不用打那麼瑣碎的訊息 有時候他會 而且有時候是簡體的 那你跟他講 甚至你打兩個字叫繁中 enter 他就把你改成繁體中文了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 現在HIV已經夠簡單了啦 OK 你也不用把他想得那麼的遙遠 其實AI真的就在你身邊啦 只是說你有沒有真的把這個AI拿來實際上 在你的工作或你的生活發生效用 OK 我覺得真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喔 我發現現在有很多 越來越多人越來越依賴AI了 因為你一用喔 真的就成主顧了 我發現很多人越來越 回不去了 我自己也這樣 有時候問題 不只是程式的問題耶 有時候連那個醫療方面的問題喔 我可以問他一下 我發現他甚至有時候回應 甚至比那個 你不能這樣講耶 醫生 因為醫生沒時間嘛 醫生你跟他問很多 他根本不會太多 對 所以你就直接問 他發現他給你的 你可以一直追問一直追問 我可以學到還蠻多東西的啦 OK 好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再針對剛剛講的第二個部分 所以今天目標喔 生成公式OK了 把公式轉為自定函數 就VBA function也OK了 所以最後的話呢 還有一個更厲害的 就是VBA的SUB 那最後按個按鍵 所以我們待會可能需要 再做一個練習 這個練習可能 再把這個複製過來好了 拖拉加Ctrl鍵 Ctrl鍵 然後再把左鍵放開 又多一個 那我待會希望 在我的這個右邊這邊 做兩個按鈕好了 一個按鈕也只要手切 一個按鈕也只要清除好了 反正按這個 他這邊公式 不一定公式 反正結果就直接幫我丟到這個範圍 然後這個的話 就是直接清掉這個裡面內容 大概就這樣的一個互動 那這也要寫VBA 可是如果不會寫沒關係 你直接可以請他幫你寫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制定函數喔 所以這個我是覺得已經大躍進了 這以前學生 只要每次跟學生講說 比如說你用那個寫VBA 他們很多人都沒辦法 OK 那現在好像就變相對是簡單的啦 剩下就是你可以透過CharGP幫你生存 好 好 一ills 就是 他